好,为了让民众了解 即将在下周一9月23号施工的吴韦西 排水第三期的治理工程内容 花年县政府的建设处在玉里中正堂 办理了说明会 和先元中速镇、玉里镇名代表吴朝城 吴行文、罗士全以及玉里镇长龚文俊等人 都到场来关心 目前玉里镇原城里吴韦西排水 现况户案破损 河道窄小 桥梁老旧 如果是遇到台风或者是洪水 恐怕会造成防汛抢休闲 抢度不足 排水慢溢而对临近的社区农田产生危害 而为了让民众更了解 吴韦西排水第三期的治理工程内容 花年县政府建设处 在玉里的中正堂办理了说明会 是接续再往中游去做治理工程 那我们预计是从区框会从16公尺拓宽成16公尺 那可以增加我们的头红断面 然后配合的断面拓宽和两拓桥 我们要一并做改建 现场也聚集了部分居民 以及县议员中肃镇 玉里镇名代表吴朝城 吴新闻 罗世权 以及玉里镇长龚文俊等人都到场关心 它的路绩提高田区变地之后 你的下田路道势必怎么样 坡度要拉长 它的可耕作面积一定会变小 这一点农民基本上来讲 你说它不会心疼 它不会可行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你们有做什么的 这个因应措施 你知道落差太大 我希望你这里做 它的落差呢 不要让经济下跌的难度 希望你们能够把它调整得很好 所以就需要把我们的会计法 做成我们的警官系 好吗 好 就这样子 一定要输进领域 都用自己的方式 这次工程范围包括了 加以拓宽整治计划取宽 16到26公尺 改善河道宽度 以及两岸的户岸形式 户岸总长大约449公尺 而针对原城四号桥 5号桥配合改建提高 9月23号开工 预计180天后完工 记者高双双张宁泰 玉里镇采访报道